剛剛圓角,你看Disaview 本來是 不是圓角,把它做成圓角 第二個我們在延伸,還有哪個地方可以改變這個效果 有沒有發現 上面如果你要再加一個標題 叫做重要景點 這個東西的話 該怎麼再加一個 如果你把Disaview上面再加一個圓角,然後再放一個主標題上去 感覺質感就又不一樣了 另外之後的話,如果可以把這個圓角的顏色也變更一下 其實這樣感覺 又會蠻獨特的 這樣看起來的話這個App 基本上用起來就覺得 各方面的質感就會向上提升了 不會像之前一樣,就是感覺死板板的 要怎麼樣增加一個像這樣的一個 上面的主標題 特別注意,如果你要再增加這個主標題的話 主要是要再增加一個 一行層次 哪一行層次,特別注意 第一個 就增加這個東西,我重新來過 我們原來是 這樣子 原來假設是這樣 如果說我今天要上面增加一個 就是圓角上面有一個標題的話 第一步請各位注意,請你在 第一個清單的第一個 最左邊的地方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 它會幫我上面空出一個清單項目 請你把上面這個清單項目 第一個清單項目 就輸入你要 輸入那個標題名稱 比如說我叫做什麼呢 叫做重要景點好了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重要景點加上去的話 理論上 它應該會是這樣子 它在那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 你們的 左邊的部分 它程式碼是怎樣 就是Li Li 到斜線 Li 那表示它多了一個項目 OK 那多一個項目 如果你今天假設 你把它 及時看一下 它會變成 放在這上面 灰灰的 有沒有 看起來 其實 有點像 剛剛那個效果 只是說 它現在的話 看起來 真的不美觀 而且沒有顏色 那如果說你希望能夠把那個效果做出來的話 有個 方法 特別注意 請你在這一個 Li 重要景點 重要景點的 這個Li的 前面這個 Li的部分 空一格 後面加上一個屬性 或者說另外一個方法 你如果不自己打的話 你就我剛剛講的 你把游標放在 這個 重要景點的 Li 跟Li 之前 就游標放在上面 二的話呢 請你找到 標籤 檢視窗 這裡面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呢 找到它裡面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呢 叫做什麼 叫做 這裡面 把它及時恢復一下 再點一下 它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Li的一個 Division的一個 這個標籤 這個把它選起來 這個把它選起來 裡面有沒有 我看一下 這裡面 主要是在哪個地方 在底下這裡 OK 加 加上一個Data rule 加上一個Data rule 等於 Li的這個 等於 加的方法 一 請你先 找到這個 選取它也可以 或者游標放上去 也可以 二的話呢 找到Data rule Data rule裡面的話呢 記得 這個後方這邊的 這個項目清單 點選之後的話 它裡面其實有一個叫什麼 Li的V 上面的 Li的 OK 這個選項 意思就是把這個項目 當成是它上面的一個標題名稱 OK 就這樣 就加這個 實際上呢 主要是在Li後面加了這個屬性 叫做Data rule 等於List Divider OK 這個加上去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切到即時 那各位可以看到 重要景點 這邊就顯示出來了 OK 再加一個這個 所以今天H 就是 把那個 List Divider的部分 再加一個這個東西上去 OK 那 待會的話呢 還有一個 這個旅遊 下方的話 我希望 再加上一個導覽列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導覽列 應該是要放在夜尾的地方 可是我剛剛 在選那個什麼 夜 什麼 選那個插入那個頁面的時候呢 我忘了把那個 夜尾的部分 打勾 那這怎麼辦 其實如果你忘了打勾 夜尾也沒關係啦 其實只要有 有個地方 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哪個地方 特別重要 如果你們 仔細觀察一下它的結構 或者是你重新再插入一個那個 夜面 有夜尾的部分 你就知道 它的結構 一定是長這樣 我先在底下 Body上面 這裡 假如你要插入一個 夜尾 但你不知道怎麼加的話 你可以 插入一個 頁面 插在這個地方 前後空開好了 然後有 夜尾的 那你會發現呢 它的結構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這個 DIV 有沒有 配合這個 這個對這個 然後呢 這三行 它是一個 Data Raw 等於 Header Header 就 夜首 OK 然後結束 在哪裡 再來的話 是一個 Content Content 內容 就一行而已 所以內容 有一行 那夜尾的話 實際上就這三行 所以其實 你只要把這三行 怎麼樣 複製貼到 我們要的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我們要 我們剛剛漏掉的部分 漏在哪裡呢 其實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在哪裡 我的body body的下方 這個DIV 是它的頭 它的尾巴的話 因為剛好它有縮排 所以到這裡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的上面 按Enter 然後呢 把 剛剛的那個 Footer 夜尾的部分 貼過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把它切 切回去的話 那這樣子 如果我剛剛 少了一個 夜尾的話 現在的話 夜尾就出來了 不過要特別小心 那個貼的位置 不能貼錯 如果 我漏掉夜尾 我想要增加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法 把 這三行加上去 這 第一個方法 如果 你不 重新插入 一個 頁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 怎樣 你乾脆拿 夜尾有沒有 把它Copy一下 貼一樣貼到這裡 貼上 直接把這個Data Raw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Footer就好了 等於 這邊加個等於 等於 我自己 我看 沒有 它不用自己打 它這邊會出現 Footer 這樣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要 重新再插入一個頁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 拿上面這一段 header 把它貼過來 改成Footer 這樣也是OK的 待會的話 我們要在 夜尾的部分 增加 導覽列 OK 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剛剛的 部分 記得是在 LI 裡面再增加一個 List 再增加一個 List Divider 它是放在 Data Raw 裡面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說你想要參考 假設一下 記不起來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 上面的 106App 講義 的第2頁 其實也有剛剛我做的 那個動作 ListDivider ListDivider 這個